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为 修读微学委课程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利大于弊 对赛双方为正方华英中学 及反方圣言中学 现在让我们介绍双方的辩元 首先是正方主辩张其迁同学 正方第一负变黄文熙同学 正方第二负变陈奕俊同学 正方结变邱俊叶同学 反方主辩陈乐坚同学 反方第一负变何绍充同学 反方第二负变张又成同学 反方结变连浩同学 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香港树人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江洛林先生 马利诺修院中学部中文辩论队教练范军华小姐 资深传媒人沟通顾问黄杰卫小姐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丁 够钟则有两丁提示 丁丁 超时15秒则会三丁提示 丁丁丁 届时本人将打断便圆发言 详细赛规已发布语角参座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想申请这个爱语的专业名词 是,请你申报 现在申报 是哪个字啊同学? 很恶声 我刚才传了给主席 我现在传在全部人那里 我们也想申请Jobs R&R 是一个程式的名字 还有,都是派伙 不是,是求职平台的名字 Jobs R&R 是,都是何语来的 我可以 看看两位评判 OK啊,没问题 OK啊,谢谢 好,那如果大家都没问题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丁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好,现时由传统教育机构 创立的大专学位 定位是全面培训学生 在特定方面的专场 所以教的内容比较全面 学术成分较重 包含大量理论 通常需时四至六年 而变体提及的微学位课程 是一种新兴的专上教育模式 有别于传统大学 定位是帮助青年行接职场 所以微学位课程多数是由私营机构 和不同范畴的企业合作制定课程内容 教授现时特定采业最迫切需要的技能 所以更着重应用 课程亦十分精简 大多需时几个月至一年 而因近十几年科技爆炸性的发展 创科为大势所趋 不少传统的工作都需要转型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调查了来自18个工商界别的企业 部分由私人市场主导的微学位 现时都是以创新科技为主要课程内容 因此 辩题讨论能否提升青年竞争力 就要看看微学位能否有效装被青年 更快适应现时信息万变的职场环境 而我方支持辩题的原因有二 第一 微学位可以帮助青年紧贴职场需要 补足现有大学的不足之处 现时不同的行业都要求固员有跨学科的创科知识 2018年全球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表示 全球的核心工作都需要跨职能技能 例如写程式等等 就连亚洲金融科技师学会主席龙宝林都曾经说过 未来业界需要大量拥有金融、数据分析 和电脑编程知识的人才 可见一个传统大学学位都只针对教授一个领域的知识 未能够可以应付到未来职场的需要 再加上科技发展迅速 不少新兴产业在四年间已经可以有大幅改变 所以青年毕业后都有需要持续学习新技能、新软件 正正离学位就可以帮助一众青年和职场接轨 因为课程内容是市场主导和与时并进 可以以较短的时间教授青年实用的技能 例如优达学成的数据分析课程 可以在四个月之内令学生像握数据分析软件 Python的应用方法 效果比美一个四年的大学课程 但无需多四年重新学习基本理论 而是直接取得应用技巧 令青年可以尽快投赏职场 不被社会淘汰 第二,微学位可以为本港青年提供多一个低成本的升学选 现时除了大学之外,青年也可以选择修读自知课程 例如自知学士学位 但修读完一个自知学士学位 差不多要花几十万 价钱昂贵,出路未必有保证 所以未必所有考不入大学的青年都负担不起 相反,微学位课程大多只需要修读几个月 课程有心有钱,需时较短 价钱又免费到几万元都有 修读完之后都可以直接投身即场 例如香港科企学院的人工智能和程式设计课程 有九成毕业生都在科技行业找到工作 平均月日更加超过两万元 毕业生所入职的工作有汇丰银行、香港贸易发展局等等 反映不少微学位课程在香港都受努工市场所认可 同时成本与低于现时不少的自知 学位可以为更多青年提供多一个增进竞争力的途径 最后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你是否认同创夫在现时职场的重要性 那修读微学位 又是否的确可以为青年提供多一个时间短 和成本低的选择呢?多谢大家 正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4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主辩同学 你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 各位大家好 听完有方同学的发言 其实不难发现有方同学 正立辩题只是基于讀多了东西等于有竞争力 但是多是否就是等于好呢? 在讨论辩题之前 我们需要定义题目中的关键字眼 第一,微学位 以至短期参加内容高度集中的课程 微学位从政辉或资力架构认可的学位 是有一定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 暂时微学位大部分提供的课程 都是和资讯科技有关 课程内容单一而且深入 令到学员学的知识变得专行 职业流动性变低 学员在面对一些大型的失业危机的情况下 他的实务技能未必可以帮助到他在其他行业工作 第二,竞争力 青年事务委员会将香港青年竞争力定义为 青年在面对独立生活和不稳定的社会情况下 所需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换句话说,青年在面对多变的香港发展前景下 他的实务技能可不可以帮助自己在广泛的行业工作 故此,要衡量今天的辩题 我们要探讨微学位存在的价值和局限 以及收睹微学位是否对香港青年有凌价性弊处 我方今天反对辩题原因有二 第一,微学位课程单一影响职业流动性 微学位课程面向狹崖 教授的知识单一,例如编程、电脑混用 虽然只是教授基础课程 但是入学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科企学院表示,要收睹这个课程 首先要通过一个入学试 而这个入学试是需要有一定的编写程式的基本功 英文底子,可见就读这个课程是有一定的门槛 换言之,读微学位等同教本身有基本功的人去上堂 同学基本功 同学完成了课程之后 竞争力并不会因为这样而有提升 更何况,学生在微学位课程学到的东西都非常之简单 一些文贫士理想 一些文贫士成绩不理想 入不到大学,才读这个课程的人 基本上离开了资讯科技这一行 要投身其他的行业 资力架构只不过是高中毕业 现在香港到处都是大学生 年轻人需要具备竞争力 知识已经不会好像以前那样重要 今天的微学位,生活技能,社交技巧 这些必要的技能全部都没有涉猎 又怎样提升青年的竞争力呢? 第二,微学位的资力不获认证 无助本港青年和各地的青年竞争 相比起收督有资力架构的大学学位的学生 Jobs R&R,董事总经理李中兴表示 微学位的课程的认受性 在本港传统企业眼中较低 他们主要都是会考虑持有相关大学学位的人 认为微学位是工与课程 可见业界否认课程的专业资格 微学位可有可无 没有办法帮到青年提升竞争力 另外,科啟学院表示 开始微学位课程的原意 是为了填补市场上的职业人口空缺 市民在原意和我们今天辩题所指出的目的 截然不同的情况下 这样的一个课程是否可以达到最大效率 这样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 基于以上两点,我方今天反对变体 最后想问下有方同学 你们作为雇主会希望请 有资历、有认可的大学生 还是微学位的学生呢? 多谢各位 欢迎讨论 反方主辩的发言时间为3分37秒 没有过时,需要扣分 現在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辯元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之後反方主辯有1分鐘準備 然後有1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限時到達前15秒均會有一丁提示 丁,夠鐘則會有兩丁提示,丁丁 之後則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辯元發問 正方主辯回答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子的次序 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台上辯元發問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緣示意 可以開始 丁 有46%需要有新科技技能 例如大數據、區塊鏈等認識 這些企業包括石油、銀行、保險、物流業、高科技等 所以想問問有方同學 到底如果我今天讀金融 但是然後僱主一定要我有這些技能的時候 到底我是應該讀多四年大學再學一些大數據 但如果是有一個又快又便宜 又有公司認可的微學位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都不是理處呢?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你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喝酒 等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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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丁,有请凡方主编回答 - 刚刚正方一傅就说到这个微学位是有一个认受性,但是我方见到的不是 - 今天我方也说到,其实在本港传统企业里面,这个微学位的认受性是比较低的 - 其实就算他读了这个微学位的课程,他就算真的增加了这个知识 - 但是本港的企业如果认受性过低的时候,没有人认受他,那你读来做什么呢? - 另外就回应回正方一傅,他就说如果我们今天读金融,那我们要去做这个IT的行业 - 资讯科技的行业的时候,那我会,其实这个市面上都还有其他很多的课程可以收读 - 不一定要读名学位 - 好,接着有请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辩员向正方主辩提问 -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 是,喂? 试咪,试咪 - 听听到? 听到? - 好,可以 - 听听 - 我方绝对承认今天创科是大势所趋,但正因为是这样,将会衍生出更多的大学创科学位 - 而事实上,上几年内,创科大学毕业生将会投入创科的行业 - 我想问有方同学,今天微学位有什么独特性、胜过或资力架构认可的大学学位呢? - 多谢各位 - 正方主辩了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 正方主辩了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 下午 – organizing,下午 — - 嗯 - 正方主辩了一部分 - 正方主辩了一部分 - ault口主辩了一部分 - 正方主辩了一部分 - 分钟主辩了一部分 - 将来一部分 - 长方主辩了一部分 - 收益 - 头脚 - 太方主辩了一部分 - 再来一部分 - 端起吃 - 赚 - 桃 丁丁 有请正方住边 是 你准备好请向的事吗 可以 刚才有科同学质疑微学位课程是没有资力认证的 我方想说的是 这个微学位是由私营机构和不同范畴的企业制定这个课程内容 这个微学位课程 在学习的东西正是企业想要员工知道的知识 那怎么会无形成 这个课程正是企业制定 刚才我也举了几个例子 例如 这个创科 就例如 这个香港科企学院的人工智人和程式计计课程 有九成的毕业生都在科技学业找到工作 平均月日更加超过2万元 就是已经超过了大学生的平均 并且确认评计计计词 并且确认课程 后期的计划 现在有请正方第一负辨同学 您kill均日或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反对辩题是因为有方同学对于微学位有两个需要釐清的误解 首先有方同学觉得微学位对于职场来说实在是太单一,会影响职业的流动性 但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职场是处于一个数码化的时代 拿回一些最客观的数据,国际数据资讯有限公司的一份研究 也指出香港已经有80%的组织在积极进行数码转型 意思就是指一些餐饮业、物流业都要将经商形式电子化才可以在这个职场上生存 再看看2018年的培训及发展需求调查报告 3月调查的111间企业之中,近乎一半都会安排员工去接受一些新科技的培训 包括大数据分析、云端技术、人工智能等 连企业都告诉你他们需要微学位正在教的科技知识的时候 有方同学是否觉得青年是不学不识才是最有竞争力呢? 第二,就是有方同学跟我们说,微学位对比大学来说实在太简单了 所以就没有成效了 但是我们看回微学位的定位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在针对一些职场的应用 他不需要做到大学的那种理论性的深入 所以他只要是能够获得企业的认受 能够教授到一些职场上应用的技巧就已经足够了 而实际的微学位课程都是跟一些不同的企业合作 是按照他们的意见设计出来 例如科企学院就会跟贸法局、安城这些合作 当今天这些机构都会认可微学位的时候 而且也说了毕业生是获不同大公司会聘请他们 那为什么有方同学还担心是没有企业认可这一件事没有成效呢? 当韩国业的企业都越来越看重求职者 有没有具备资讯基础知识的条件 其实青年都很需要科技知识才可以适应到 这个依赖科技的工作环境 可见其实科研知识对于竞争力来说是多么重要 但是在科研不是人人都必读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有弹性的教学方式 去帮我们进行额外的增值 而微学位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读四年大学去专修科研 为什么有一个可以方便在短时间内 又能够接近时代的促成班 让青年去取得更大的求职优势 提高自己竞争力的时候 我们都不应该去选择呢? 最后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还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按照现在的数码时代 有弹性的增值青年的职场应用技能呢? 多谢各位 定方一副所用时间为2分5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副辨同学 你有三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评判有分同学 再继续各位大家好 有分同学好像对现在香港现时的微学位 并不是很了解 不要紧要我跟你说回 首先修读微科啟学院之前是一个入学士的 需要英文底子 基本的编程工才可以通过 而现时学士不宜深占了七成 而不是有方同学口中 任何人都可以报读 而科啟学院的微学位 原来都是类似职训局 而当中有数个导师 都只是做过几年设计师 就是教授过程 我们建议现时香港的微学位 和职业训分局是大同小异的 而科啟学院更表明 创办的本意是由科技行业出发 由于见到职份高的人力资源报告 显示业界人员不足 或有微保业界职位空缺 才来帮助母工作的大学生转型 所以决定设立微学位课程 令雇主、雇员雙方获利 并没有以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作出发点 有方同学是否将微学位的理想男徒 构式得过分完美无瑕 首先微学位在香港是鲜为人知的 这方面的发展是完全不成熟 就拿本港现时明星最广的科啟学院 学位而言 成立两年之间只有200人毕业 人数寥寥无几个可能读完出来 业主根本就文所未闻未曾听过 而收读课程是需要几万元 再者在就读期间 大约有半年零收入的状况 香港青年流行负担都有待相確 同时间课程的应受性 是严重受到质疑的 课程只有四个月 最终只有一张证书 没有任何实际的学位 完全无法比美大学生 甚至副学士 而科啟学院并没有直接跟雇主签约 所以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 而Jobs R&R 董事总经理李中兴更慰言 课程在本土传统企业中仍受性较低 不可能在个人履历的时候已被浪费 以及科啟学院课程首席导师刘刚力更表示 雇主未必会将微学位计入考量 可见微学位是无助于提升竞争力 而据我所知 现时微学位课程 在英国有资力架构认可 香港政府以及全港22间有权班法学位的校园 并没有给予资力认可 微学位的职业流动性低 有方同样是无法否认的 因为微学位只是教授单一技能 科啟学院所教授的 即是基本网站编写 网站开发、程式开发等等 而我们放在全球 麻省理工和哈佛所创立的网上课程 主打人报读的 原来都是介绍电脑、科学、计论 论论、论论等等 帮改建人潮流势去 科研的工作不保 是否到时候又要再次报读这个课程 去进修自己呢 而且当工作前景不明 留在市场转型 学完要转工种的时候 因为收读的科目太过专业 对其他行业来说是一张白纸 和社会的竞争力是无法提升的 好,最后我想问一下 有方同学 为什么认为微学位在今时今日的香港是有作用呢? 到底其实我看不到任何有实际的认受性 叮叮 谢谢各位 反方第一副辨所用时间为3分0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请正方第二副辨同学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你可能镜头再调高一点 是的 叮 好,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不断跟我们说 微学位 认受性不足 我方刚刚也说了很多次 科学学院有高达九成的毕业生 都在科技行业找到工作 平均月入更加超过了二万元 如果有方同学觉得九成的就业率都不足够 有百分之八的就业率才叫做成功的话 那今天你们口中唯一能够提升 青年竞争力的大学和副学 毕业生出到来都没有百分之八的就业率 是不是就代表读大学 读一个科学士都是没有成效 没有办法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呢 有方同学再跟我们说 微学位教的东西 他们的认证不足 他们都是找一些 不知道什么人 完全不知道哪个人教的 但微学位的课程 其实根本就是浓缩版的大学课程 例如微学位教的网站编写 前后端程式开发 网站士服器 这些其实同样都是大学有教的 只不过他把最贴合职场需要的部分抽出来教 帮你用短时间去融入职场 教的都是一样 怎会没用呢 而今天微学位独特性 其实就是便宜 短 浓缩吧 就可以给一些本身读不到大学的人 或者没有钱的人去读回 而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什么现在的微学位 集中于在创科方面的一些微学位 但其实微学位根本就是基于它本身的弹性 所以它可以按照市场实际需要 去调节它的实际课程内容 例如说如果真的有一天 这个社会上它说到 很多职业都说到它的员工 需要员工具备有作文的能力 那它就会开一个作文的微学位班 而我方今天其实从来都在说 给了一个选择给不同人 去按照它自己的需要 去选择一个学位 而其实我方觉得 如果那个人是觉得 他需要读回大学的 那都没问题的 那就去读吧 今时今日世界的转变是很快的 正所谓前几年的时候 那些金融业都不会估到 今日金融业界都需要大量 拥有金融数据分析 和电脑编程方面的知识的人才 那这个时候 进修回相关方面的知识 就变得必要了 但是是不是每个青年都真的 负担得起 这个大学 或者是复合涉 是不是又要一个 正在上班的青年 如果想要追贴最新的知识 那都要回去大学 读多四年的课程呢 因为我们今天基于 微学位的便宜和需时短 加上本身课程 职业度向的一个特性 正正提供了一个机会 去给一些本身没有钱 或者其他原因 而读不到达读的青年 可以透过收读微学位课程 学会一些资讯科技方面的知识 去提升工作 而今天微学位 也是按照市场需求去提供的 所以其实根本上就是按照用家 他自由去按自己需要去选择 好像自助餐那样 你想吃什么 吃多少便自己拿 而且菜式都是最热门的 我方今天不是强迫 每个都要读一个微学位 正如我刚刚也说过 你喜欢读大学便读大学 我方今天只不过是给一个选择人 有什么不行呢 最后想问是因为有方同学 既然今天本身都有大学 富学士偽进这样的课程 但是今天连给别人一个 进修同兵都不行呢 而加多一个课程去给别人选择 为什么会弊多于你呢 多谢各位 正方二负所用时间为3分10秒 无过时无需求分 现在请反方二负同学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 可以 正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庄庄位大家好 来到反方二负的时间 有方同学都是对微学位一知半解 今天微学位科课在香港完全未普及 大部分的公司企业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微学位 就算你读完课程 拿了一张毕业证 所以都不会有公司认受你 对面试求职近乎毫无帮助 另外 微学位在不在资力架构里面 究竟微学位属于什么资力等级呢 今无从考究 认受性备受质疑 微学位 遮得个名有学位 两个字 实际上是一个职前培训多个学位 照分同学的逻辑而言 职训局的职前培训 甚至是兴趣班可以提升竞争力 那为什么我们要报读微学位 而不是职业流动性更高的职训局的插花班 陪月班呢 相信同学都见到 拿着微学位 沙子鱼 拿着废纸一样 根本无人承认 花了两个时间 压几万元学位 去报读微学位 课程又是否值得呢 但同学今天一再强调 什么九成九成九成 不业新企图混淆诗听 原来这九成都只不过是150人 为什么这150人可以找到工 是因为根据职困局以后 一百年的职位空缺 调查显示 资讯科技 断议开发职位空缺 达一千五百人 那一千五百人去填 一百五十人去填 这一千五百个位 那又怎么会找不到工呢 有分同学今天和我们说 有分同学和我们说 可以帮助升学 如果没有读大学的话 只是拿着微学位 究竟会不会有学校 有大学修理呢 微学位连建功的时候 都是作用不大 不受认证 用黄论拿着所谓的微学位 去升学 哪间大学会修理呢 即使你修读的是 享负性命的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 微学位课程 都只是 只有二十间大学认可 而全球有近三千间大学 只有一百五十分之一的大学认可 当你发现 读完出来 根本没人知道 没人认的时候 读完和没读的分别 究竟是什么呢 不要说微学位 可以帮助青年发掘出路 但有分同学今天的目光 极为短淺 只是出麻木 吹捧微学位的利 浮视竞争力问题 因为有分同学 可以拉阔画面 望远一点 可以去他日创科 行业泡沫的话 这班人怎么办呢 有分同学今天 就对竞争力 只字不提 企图收集变题 再说一次 所谓竞争力 就是有助青年 在面对独立生活 和不确定的社会变化的情况之下 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 有分同学说 微学位可以帮助青年 学到多一门知识 我方不反对 但学完这些专门的知识之后 青年转工的机会成本 会上升 职业流动性 将会随之降低 微学位是否真的能够帮助青年 面对市场上的转变呢 今天有分同学就跟我们说 微学位可以有多便宜多便宜 可以帮助到一些穷困的学生 有分同学是否不知道微学位 是需要几万元的学费呢 我们今天看到微学位 是分分钟贵过我们大学的课程 为什么我们不花几千元去读高级文凭 而要去读这些 花那么多钱 花那么多时间去读 微学位呢 多谢各位 反方二负发言时间为3分12秒 无过事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每方各有两轮发问 现在请政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定 主席评判在在各位大家好 香港青年竞争力的确很多方面需要改善 有些人是想增进社交技巧 有些人想增进工作经验 但其实事实上 也有很多人需要增进科创技能 而我们也看到会有公司 请这些有读完微学位课程的 例如在香港科技学卷的人工智能课程 入毕业生就可以入职 香港汇丰银行和香港贸易发展局 其实已经是没有有方同学所说的 没有应受性 或者会降低青年竞争力的问题 为什么给多一个选择学生 就会变成币处呢 按照有方同学的说法 都不是每一个学生有需要读 学士学位或者副学士 那是否代表学士学位 和副学士对青年竞争力有弊呢 多谢大家 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咱们逐博 也是 ubogs 但是指示 这没有 fret 对 就是这格兵 你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自由派摧毀辯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可以 還有各位 今天有方同學問我們 讀副學士和學士是否有閉 我們今天一直在說 學位和副學位是 學士和副學士是優勝過微學位 因為他們課程沒有微學位那麼狹窄 出路又廣點又有認受性 另外今天是否入了匯豐 入了貿法局就等於認受性高呢 今天150個人成功找到工 成功的例子又有幾個呢 入到匯豐有幾個呢 今天劉光力就說 入到貿法局的畢業生只有幾個 那又是否有方所說 提升到科創技能呢 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派摧毀台下辯元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請看有沒有簽封 請問嗎 附近威 pul 丁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政方自由派出位邊緣回答 有了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試咪試咪 是,可以 當然是有方同學的提問,有方同學的資料其實有錯的 他說平均是兩萬元,但其實我們見到是每個人畢業都是超過兩萬元的人工 有方同學就覺得這個匯豐的例子有方同學都覺得是不足夠的 好像說匯豐認售了,他還是沒有競爭力 有方同學又不斷地跟我們說,不斷地將競爭力定義成為一個要有獨立生活和應對未來的生活的人 我想問一下,到底要獨立生活的話,到底有方同學一些副學小學位或者大學學位 怎樣可以幫助你去提升獨立應對生活呢 而這個未來應變方面,我們都見有方同學都承認了創科是未來的大趨勢 所以這個創科科的發展是一天千里的 所以未來的學位就可以去應變 不斷地去更新它的課程 去應對科技的發展 所以這些未來應變,我讀什麼學位就可以去幫助我 難道有方同學是否要一個大學生讀完一個大學位之後再讀四年四年一位 現在正方請派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無論如何是ada 趁現在的單位法律很尖誤 正方同學請你派出一位台下辯元發問 正方同學請你派出一位 Strikeouts 這件事 quoting 停 兩個同學 安有一ика name chegou在6話 嗎?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聽到 OK 訊號有點差 有點窄 可不可以再說幾句 嘗試訊號 和我接收問題 嗯 那 現在我再說幾句 現在聽不聽到? 現在可以 麻煩了 可以了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叮 OK 其實有方同學一直都誤解所有的學位的比較平台 我方一直都沒有說要未學位要取代任何的大學課程 其實每一個學位都是具獨特的性 例如大學就是在職前的教育 而 副學士就是行至大學的一個課程 然後 例如 職份的那些培訓 和這個高級民憑都在講 比較積極度向的課程 而未學位的獨特性 就是它是在職人士另類的進修 它未補回它在職之間的缺失 如果按有方同學的邏輯 只要所有不是同大學學位 有同等之力 有同等認受性 都沒有存在的必要 都是壞的 其他部學士都會取消 那年輕人是否只可以選擇大學呢? 反方同學有1分鐘準備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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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變員回答 你有1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剛剛不是搞錯了一些東西呢? 大學呢 就不是用來職前教育的 大學呢 就是給學生全方位發展的 還有我們是沒有說過說 我們一定要是 讀到大學學位才叫有認受性 而是 要是有資歷架構 例如什麼? 例如高級文憑 例如副學士 這些 我們先是認為是有認受性 還有可以幫助到青年提升競爭力的 多謝各位 接著是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留1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今天我方問教學質素和認受性問題 但有方就說因為企業開發 所以就要認受性 但其實懂做生意不等於懂教書 夾企業開的課程可能月丙丁 企業不接受 我方見到大學有教資會大學質素核證監管 請友方提出一個具體監管措施 令學生確保學到東西 提升競爭力 多謝各位 請友方提供 丁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政方自由派出委便员回答 有1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首先感谢有芬和我们的发问,今天微博一期就是正正按照市场的需求而制定相关的课程 今天有方跟我们说什么不够认受性 但是认受性我们就看到 科卡学院有九成的毕业生 能够入到公司 甚至入到一些大公司去工作 有汇丰贸法局这些公司去聘请 那究竟何来会没有认受性呢 连这些公司都认受了的时候 那何来会没有这个企业认可呢 而其实这个时候我都想问回有方 有方和我整场不断和我们说 我们没有什么例子 去证明微学位的学历是有用的 那不如有方和你回答我们 究竟有什么公司是一见到来见工那些人 他履历上写着说他有收入过微学位的课程 就会选择不请他 谢谢 现在是结面环节 双方结面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推广ами 看着艺cych急 其实就继续被扩散了 这也是不注意了 为什么 跟你们喔 他可能在声 recorded 吧 帮ος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先由反方主變總結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點頭示意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序,各位大家好,課程讀三至四個月,學費比一年資助大學課程 讀完還要不獲香港之力打購認可,這是什麼課程,社區中心興趣班,還是香港蘇文大學,或者夏威夷格蘭威治大學 全部都不是今天辯題中的微學位課程 今天活在有方的世界,原來只有微學位懂得更新課程,微學位會得到所有公司認可 但事實又是這樣呢? 還有各位,今天有方就將課程單一撲毀,而且與社區中心興趣班沒有大差別的微學位 包裝到美輪美滿,實在令我方極為差異 總觀全場,不難發現有方存在以下兩大謬誤 第一,錯誤掛勾,有方今天錯誤將學多了東西和香港青年競爭力掛勾 我方絕對不否認收讀微學位能夠增加知識,但這些知識是否夠通融,夠廣泛 能夠令到青年人面對著信息萬變的社會環境潮流的時候 具備能夠隨時應對靈活轉型的技能,從而提升他們和各地青年在職場上競爭的能力呢?顯然不行 第二,誤判現實 有方剛才說到微學位課程短能夠訓練重點的技能,比大學生讀四年的課程更加優勢 事實上我方主已提到微學位課程短內容狹隘,只是局限在單一方面 範疇的專門技能不夠通用,不夠廣泛,職業流動性極低 萬一遇上經濟轉型或危機的時候,微學位畢業生缺乏競爭力,難轉行運身工 必定會因為,首先因為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而加入失業大軍 這些是否有方是否看不到呢? 再說,每年有超過3萬個本地大專生畢業,學歷屬於資歷架構第四級位以上 而微學位不受資歷架構認可,連學位都不算是 微學位班售院校根本不在能夠班售學位的22間院校之列中 今天連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開辦的微學位課程都只有20間大學認證 我方不明白微學位課程可以怎樣有助青年競爭呢? 微學位大多提供初探的課程相等於大學課程的3個學分 而大學生需要累積大約120個學分才能夠順利取得學士學位 換言之四年的學士課程已經能夠讓大學生讀四十幾個微學位課程 又有資歷,課程內容又夠廣泛,肯定比微學位有優勢 我方剛才在台上發問的時候問到 問到右方,右方就講到很多企業好像很認可微學位那樣 但是今日資歷架構都不認可 連Jobs & Now總經理都說認受性低在個人履歷的時候已經被篩走的時候 那又是否提升到青年的競爭力呢? 右方又講到了得到工作才有認受性 我方又想反問,匯豐一間公司有多少個職位? 今天科企學院的成功例子有多少他們的畢業生 只有150個人找到工作的時候 成功例子可能只有1、2個貿發 連劉光力都說他們最後得到 他們只有2、3個人是得到貿發局的職位 那又是否提升到他們的競爭力找到工作呢? 右方剛才又講到科企學院畢業生九成找到工作 所以競爭力就提升了 事實上職份局2018年的職位空缺調查顯示 資訊科技軟件開發職位空缺是1,500人 而科企學院找到工作的人數只有150個人 在現時少競爭的情況下找到工作絕不稀 根本證明不到科企微學學畢業生是因為讀完微學學課程 而競爭力高了導致找到工作 還有各位我方只是想告訴大家 微學位課程短面向瞎眼能夠從事的工種流動性低 由不在資力架構上面連學位都不算是 今天微學位的虎實皆是無助青年和各地青年競爭 而有方今天選擇時不見聰意不聞 以上種種的閉嘴又如何將顯得 今天有方所說的利大於閉呢? 青年給完幾萬元去讀微學位 才發獲 reunion屋層層層層層層面談會 若那 posting有些文童 此為止其致力過自己 如此類為著同学 今天微學位還如何有助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呢? 多謝各位 眼花結辮 since then 化言時間為4分10秒 現在有請正方結辮同學 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disg by 各位大家好,來到比賽的微星綜觀全場,今天雙方最大的分歧只是在於以下兩點。 第一,微學位課程是香港的需要性,第二,這種學習模式能否有助香港青年投身即場。 其實有分和我今天都承認了創方是未來的,無論香港還是國際都是一個潮流,很多公司都會轉型數碼化。 因此香港青年有需要與時並進,不斷增值自我。 但有方覺得這些創科不能應對未來的變化,到底世界會變成怎樣呢? 如果不是創科的話,到底會怎樣呢?我方就不知道。 今晚有方和微學位和很多其他課程逐一比較,因為他們都明白到微學位對香港青年確實有利,難以挑剔。 所以就說微學位不是最有用就無助提升香港青年競爭力。 但我方也不怕和你們比較的。就好像這個學舍學威兒議員, 那你就說這個要獨立生活和未來應變的技巧。 其實之後有方都退立場了,就覺得這個獨立生活好像大學都讀不到,我們不如不要說。 其實我方也沒有否認過大學的專業性,但有方全場都忽略了大學的特點,就是要讀四至六年。 大學的課程很難即時作出修改,但面對著一日千里的科技發展, 好像前幾年就是一個雲端系統,過幾年之後就是人工智能, 去到現在今時今日就是一個區塊鏈的時代。 現時,這個僱主有需要他們擁有最暫身的科技才能, 但面對著這麼迅速的發展,微學位的課程正正能夠與時並進, 根據潮流制定合適的課程,短短十幾週已經可以取得公司的認可。 為什麼?因為他與公司合作程。 據說如果沒有微學位那刻,到底一個讀完大學的大學生應該四年又四年讀下去, 還是不需要學習任何最新科技呢? 再者,香港高等教育的質素雖然高,尚且需要透過微學位增值自我。 香港的青年競爭力指標系統研究也指出, 香港競爭力普及性方面較為順勢。 一七至一八年的時候,有七萬四千個學生都要就讀自知的課程, 但四成幾要每年借貸四至五十元去讀書。 他們獲得幾年的專上教育的同事, 背上累累的學債,甚至因為經濟能力而抗拒。 而微學位的課程是什麼?大部份都是免費,即使是付費, 只是需要很低的價錢。 對於不選擇以大學為出路, 想盡快投身即場的青少年,微學位模擬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有方和我們講一些社區中心的例子, 但是我們也提及了微學有不同各大公司的認可, 有方和社區中心又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呢? 為什麼?如果這個負學士方面, 如果不需要二至四年過, 又可以去盡快累積工作經驗, 難道珍惜青春不是更好嗎? 再者,今天來到這場比賽的微星, 其實微軟也委託了進行一個研究, 叫做這個解密數碼轉型對亞太區經濟影響。 預測到2021年的時候, 本港生產總值的大約六成會來自數碼產品和服務。 香港已經有八成的組織正積極地進行數碼轉型。 未來工作報告2020也推算未來的十大業滿職業, 包括數據分析師、人工智能專家和數碼市場推廣專家等等, 都是需要一個大數據的科技人才。 香港的青年必須與時並進, 增值自我,邁向將來。 其實我們雙方都希望香港青年有更好的出路, 走廁前沒有教子, 希望將來的子女可以在社會上蠟燭, 但有分別就是密守成規的母親, 認為只可以讀三大神科才有競爭力, 所以無論是否大學生, 公司和微學位的企業, 是說要制定課程, 要求青年去制定特定技能。 後來還是幾人憂天地擔心, 微學位會不會沒有人讀, 會不會不是只是架構就沒有用, 好像他不是有很多獎項。 我們在說的是劉偉忠, 他在這個科技界亦非常享有盛名, 也得了很多獎項。 為什麼這個企業要找微學位去合作呢? 正是因為他看到他有一個可以培訓特定技能。 所以當份份高都要人高智能, 區議會在年的時候, 只要他什麼都不懂, 到底微學位是否無助提升? 這個聽言見真理, 多謝各位。 結辯所用時間為4分10秒, 沒有過事無需扣分。 比賽過一段落, 本人將與評判及雙方合分員稍作聯絡, 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為了把握時間, 我們也會在三位評判填完分數後, 開始請評判逐一位今場比賽給予評語, 所以請對賽雙方留在原位等候, 或者可以有5分鐘的洗手間時間。 在這裡也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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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條比較暫身的辯題,就講微學位的課程。 那本身我對於微學位的課程的理解, 就是我的理解和今天大家討論的好像有一點點分別, 因為我看到近期其實很多不同的網上的平台都會搞一些類似學位的課程, 但是又未必是這麼有認受性,或者可能它是某一些外國的大學搞的, 但是就是純粹是給大家進修的用途。 但是原來聽完雙方討論之後,發現今天香港都已經有學院去搞這些, 有機構去搞這些課程,就是更新了我的知識。 那首先想略略點評一下今天不同的辯委的表現。 那首先想說一下主辯先,那我覺得其實今天雙方的主辯的告都寫得挺好的, 就是都鋪鞋了其實什麼是微學位,或者針對著某一些辯題的字眼, 都有去加以展述自己的理解,那是欣賞的。 那其次就是想說一下,如果你開了一條主線出來是這麼好的時候, 那就要留意回之後負面的銜接,就是譬如說是,如果是正方來講, 我會覺得是,首先那個,就是今天全場討論得最多,我覺得就是那個比較的平台, 認受性的平台這樣。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是有兩方面的, 就是第一個方面就是學院派,或者是學校的認受性,那這個反方今天的論述就比較多了。 那另一方面就是其實僱主職業道向的認受性,那這邊正方今天都有強調, 其實有些僱主都是會因為這個收睹了微學位,而令到他認受,就是認可了他的這個技能這樣。 但是我覺得雙方就似乎是,就是,是留在自己的一個認可或者比較的平台上, 就沒有去真的去想一下其實對方,或者去挑戰對方的一個比較平台這樣。 那第二就是回到剛才說的主線銜接上面,那首先我會覺得,正方一開出來, 今天就是說有一個低成本的升學途徑這樣。那我就會覺得是一些可能中學生, 那他可以有一個低成本的升學途徑。 但是去到後面其實聽起來就像是本身有份工的, 然後原來那個老闆要求他,就是就是台上發明講的東西,就是讀金融, 但是老闆又要求他可能要有一些區塊鏈的技能這樣。那這個時候究竟他要怎樣做呢? 就是這樣。那所以我就會覺得在銜接上面可以做得好一點。 其實反方也是一樣的,就是反方就會和我主線的時候就鋪了一個凌駕性的幣柱, 但是之後呢,我又不是很聽到那個凌駕性的位置在哪裡。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就是主線的銜接上面都可以做得好一點。 還有,除了這件事之外呢,都會想講一下資料的運用。 因為其實今天呢,反方就很明顯有挑戰到,我理解了, 就有挑戰到正方某一些的資料這樣。 但是正方呢,就似乎沒有就著,就是反方, 就是其實反方都有用到一些資料的嘛, 但是就似乎正方就沒有去挑戰到他這樣。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正方都可以下次嘗試一下。 那另外就是,我會覺得一二座雖然他們是負面的位置, 但是都可以嘗試一下用一些框架去包裝自己想講的內容這樣。 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都一樣。 如果不是的話呢,就會聽到好像一篇很長篇的小說這樣。 那我就,如果我要跟的話呢,就是我跟了一個部分, 那之後那些部分我就不太跟到這樣。 那我想說的大致都是這麼多。 好,謝謝評判的評論。 謝謝。 接著有請馬利諾修院中學部中文辯論隊教練范君華小姐。 你好各位,是否聽得清楚? 是的。 好,有一點不知道在哪裏入手。 我自己聽的時候,剛才那位評判說的,我也有點認同。 我覺得雙方今天是,不論是說微學位科學程的定位, 還是,究竟你說的對象是說一些, 是真的說一些新學校, 譬如你本身在讀金融, 這些比較專科的新學校, 還是說一些普通文社科的新學校, 再去讀這些科學程, 還是說中學生可能不是想讀大學, 政府資助的大學, 又不想讀自資大學, 於是他去選擇這個新興專上課程的對象, 我覺得雙方在論述自己的稿件和博士的時候, 都有點混亂。 還有,究竟那個微學位的定位, 究竟是一個進修的用途, 還是真的來取代本身的資歷架構裡面, 一個大學學位, 或者副學士學位的定位, 我覺得雙方可能在自己的主線論述上, 前後都有點感覺上是跳來跳去的, 就是我今天聽, 正方本身聽主編稿的時候, 我感覺上是, 我不是很肯定你是想說, 他是作為一個取代現行的, 自資學位也好, 或者資助學位也好的大學課程, 就是我慢慢聽下去, 感覺上比較像是, 我覺得你比較像是說, 可能現在讀完UGRAD, 但是你沒有一個相關的技能, 例如可能是, 也不要說是金融畢業之後, 可能你要學那些什麼區塊鏈, 或者可能是本身, 你讀文社科, 文社節出生, 然後可能你投身即場, 你的大勢所出, 可能是你要做一些, e-commerce, 那些brand management的時候, 他都會說明, 可能我不是很介意, 你讀哪個major的, 但是, 我會希望, 但是如果你認識一些, 例如python, 你認識資料analytics, 會是一個優勢來的,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 你本身不是那些專方出身, 但是你讀那些學位, 就會有一個優勢, 也都比較配合到, 現在的即場手術, 就是我感覺上, 你可能會是比較像說這些, 但是, 反方呢, 他今天的說法, 我自己聽下去, 他就很強調, 是不是可以, 這個微學位課程, 可以取代到, 那個資歷架構的, 他的感覺就是, 你一刻就是讀大學, 一刻就是讀未學位課程, 但是, 當兩者的, 在說的東西, 是這麼不同的時候, 我覺得雙方都好像, 不是真的很有跳進去, 對方的框架去解釋, 對方的框架去解釋, 那位評判, 是否適合了? 好像是, 我WhatsApp聯絡一下, 這位評判先, 待一會, 請各位待一會, 請各位先, 是呀 刚刚好像收到也不好 好 我觉得如果你是说一个进修所需的时候 主编的你开始说你要学一些数据分析 学习数据分析 学汇文这些应用技巧我觉得可以的 但是例子就好像有点淡薄 听来听来都是你要学区化链 后来好一点的你有说要有网站 就是你要学写网纸或者你要学习码等等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这个内容更丰富一点的时候 会不会真的可以你真的去上一些工作室 或者你看一下现在可能一些新学校的课程 对不起 可能看看一些新学校去读了业之后 一些固座的要求 就是可能真的会写到明说你主收什么是不重要 但我希望你会有些什么什么 就是可能我希望你可以认识Python的 Data Analytics等等 就是如果你可以说到可能说 除了说香港现在这个行业整体需要些什么 如果你真的可以说到某些个别的职位 他是希望那些毕业生是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可能香港很多的毕业生 如果他不是读金融 或者他不是读一些可能IT 或者甚至可能数学那些课程 他就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 可能在这些方面上面就会有些消息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认识一些公司的例子 即公司的职位需求的例子的话 我觉得整个在一个比较长的赛制 例子上面就会更多一些 另外一个例子你讲了很久 就是说那个科啟学校 他有一个科啟学校 是不是科啟学院 还是科啟学校 他有一班人就读完那个微学位课程 之后你就说他有受那个劳工市场认可的 就受这个汇丰和贸易劳法局的认可 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都觉得OK的 就好像读人有些用 但之后我开始想的问题 也都好像反方开始有些会问你们的问题 就是究竟他受劳工市场认可的原因 是因为他就是他进入汇丰的原因 是因为他本身是有一个大学学位在手 另一个是那班人是没有大学学位 但是读完微学位课程之后 进入汇丰或者香港贸法局 另一个是其实学位本身不重要 而是他那个微学位课程提供到的内容重要 因为如果我自己这样想 如果你可以说到其实那个学位本身 就是重点不是在于他有这个学位 他在这间微学位课程提供的学校毕业 重点是他在这个课程学到的内容是有用的话 那么对方说那些什么的资历架构等等 其实就比较上来说就不是很重要 因为可能譬如有些公司他去筛选一些的 candidates的时候他看的 这个我真的不是很肯定 就是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入职的测试 就是可能叫你写一个code出来 或者写一个网址 或者真的考虑一些data analytics的东西 那如果这样的时候 那重点应该有机会 就不是在于你在哪里去学了 而是在于你本身有没有批评到那种技能 就是譬如你们说的这种技能 因为我自己现在又这样再想 就是为什么他 就是可能很多人 其实现在Ugrad了之后 他都会自己去修读一些 就是自学那些python 但是如果去自学python 然后之后你去建功的时候 如果说你展示到你是懂这种技能的话 其实都可能会被人接受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重点就真的未必在于在那个学位上 而是在于你的课程内容 本身对提升你的竞争力有用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可能 正方去论述的时候 就可以想得清楚一点 就是在你的例子上 就想得清楚一点 究竟你说的那些人 是真的受老公市场认识 是真的关于他的未学位的课程 就是证书 还是证书 还是证书 还是其实是他本身 真的有一个大学学位的课程 因为这方面我就不是很清楚 然后去到反主的时候 其实我 我就比较多疑问的 因为 因为当你们说到 好像说到微学位的课程 是真的用来取代那个 就是你说它是没有资历架构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那裡 那我就开始在那里想究竟 为什么一定是 就是为什么一个微学位的课程 是真的要好像你们这么说 是一个 要么就是读微学位的课程 要么就是读大学 我觉得这方面 其实是需要解释多一点的 因为譬如如果你们是 因为其实你们主辩的时候 有很多的反驳 但是有些的反驳 我觉得是需要多一点的论述 例如是 譬如是 你真的要 你真的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打 是对香港青年竞争力 不是利大于弊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 我觉得你要做几件事 譬如第一件事 可能你要说到的是 现在微学位 提供 课程提供的东西 是香港不需要的 所以你读完之后 都没有再提升 香港青年的竞争力 那你们所说的就是 香港现在需要 你们其实好像都没有说 香港现在需要什么 只是说 其实对青年好的 就是他们去学一些 课程是比较广泛的 但是其实我也不太理解 那个实务广泛 实际上是指什么的技能 以及一些独立生活的技能 但是这个似乎并不是一些 专上的课程 他真的想提供 或者做到的东西 就是那些生活的技能 就比较像是一些 不是真是你由一个专上课程 可能比较像是中小学 你透过一些班房的交流 老师的教导去培训的东西 也都应该不会是有任何一个 这些比较 也都不是真的好像正方所说 你们说的大学学位 亦或是副学士学位 可以提供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想 你们觉得什么是对香港青年竞争力 是有利的时候的标准 就可以再辨得再仔细一些 而事实上 如果你真的说不了 说香港是不需要 好像对方所说的一些 资讯科技 就是新科技的培训的时候 那这里就会比较输蝕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说到 是对香港青年竞争力 不是利大于弊 要么就说到 现在那些微学位课程 它的质素是很参差 就是它只有名字 它读完出来 其实是没有人认可的 但是今天这方面的论述 就不是听得比较多 我听得多都是说 微学位课程的内容 和大学学位 或者专上学位的比较 但是我就不是真的好听到究竟 在微学位课程的内容实际上 有什么问题 因为如果当对方真的说到 微学位课程 可以学到ABCDE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亦都配对到 正方开出来所说 他说一些香港以前所需的时候 那即使微学位课程 它的内容 不是好像大学那样 包含一些里略的课程 或者不是真的用四年修读 似乎其实他学了多些东西 然后真的有助他在即职场上运用的时候 那他的竞争力真的会大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觉得可能反方在想这些方 就是想究竟什么是对香港青年竞争力有利的时候 就可以想得再仔细一些 另外一件事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也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在论点去说 那个课程单一 或者是 它只是一个传统 它只是一个工业课程的时候 就令我觉得其实它和一个青年的 是否真的 有否能够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 就好像不是真的很大关系 因为如果你是在说它是一个工业课程 但是对方真的是在说 我当它是一个进修课程的时候 那就真的被对方吃了一条奶 就是它真的当是一个工业课程 然后你是可以找一些比较好的工作 那就会比较 就是真的吃了你的论点 是的 所以我觉得反方今天的问题 就是在于你应该要想清楚 究竟微学位课程的定位是什么 而且它和青年竞争力的关系在哪里 好像说了很久 再详细一点 每个位的评论 我可能在一会儿 在结束比赛之后 可以再逐个讲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评判宝贵的评语 然后最后有请 资深传媒人 沟通顾问黄杰卫小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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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还没有开门 好像还没有开声 是的 两位同学早晨 这条题目是不容易的 未学位是新兴的 我们接到题目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两对 都觉得很不容易掌握的 但我现在先说一个 就是两对都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今天在内容和题目分析上 我觉得两方的缺失都比较大 因为你们花太多时间 去讨论微学位 但你其实认真看看 今天的题目是说 收到微学位 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来难于弊 主角不是微学位 你们搞错了 主角是什么叫香港青年 和什么叫竞争力 但很可惜 今天无论正方还是反方 可能一开始觉得 微学位很新鲜 我们就放了时间下去 看看什么 因为这件事最抢眼 但反而忘记了 在这条辩题的句式里面 这个其实只是 不是主角 你可以随时把它换做 例如科学试课程 大学课程 VTC职专教育 都可以是同一个句式 但重点仍然是 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 所以问题就是 究竟大家如何理解 什么叫竞争力 什么叫香港青年的竞争力 竞争力 竞争力有一个普通的想法 但香港青年在这方面的竞争力 特质是第二个概念 两个概念都需要说清楚 两个概念我觉得 大家都没有想过 我觉得其实辩论比赛 都是为了大家增进思考 而且这件事本身和大家很有关系 你很快就毕业了 其实还有几年才毕业 大家会升大学 但你也可以认真去想一下 究竟你又是讲青 你又要讲竞争力 究竟你们有什么竞争力 是不是你大学毕业 他敲门 别人大学 任何一间机构 就一定要请你呢 而就算请了他进去之后 是不是一定不炒你呢 就算不炒你 是不是一定要升你职呢 就算真的升了你职 你能不能支持呢 有很多人 由低级职员一升 你先升了去管理层 结果呢 是做到一塌糊涂的 你低级职员做的时候 是做一些基本的 例如你做会计 到你去中层管理层的时候 你要帮助一帮人 你不是只会计算就可以了 你可能要和市场部门 都要商量一下 和宣传部门都要谈一下 那当时究竟你需要学习的知识 会不会已经又转了型呢 你这间公司做一做 突然间发现不行 现在我的餐厅做堂食死定了 6点之后就不能做堂食了 我一定要转做外卖 转做外卖 你转不转得行呢 你要聘用什么人 你要如何帮老板手 你才可以令到你自己 在这个情况之下变得有用呢 你想想如果现在的茶餐厅不转型 大家不和foodpanda做些合作 然后你或者不自己在平台上 选择多几个选择 这个疫情期间就继续了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大家在竞争力的想法里面 其实是想得比较窄 也事实上没有代入处境去想 一见到微学位的时候 就将它抽空去到一个很离地的看法 想数一些程式出来 想说一些大数据和区块点的字眼 但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 大数据和区块点对于你的竞争力有什么帮助 对于你就业有什么帮助 对于你升职有什么帮助 对于你做老板有什么帮助 对于你找工作跳槽有什么帮助 对于你我不肯回大湾区 我要来在香港有什么帮助 我要回大湾区又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这里很欠权 但是好处在两边都很欠权 那就无所谓了 第二件事就是 香港千年的特质是什么 我又听不到 那究竟香港年轻人 这是竞争 你的竞争不只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 你的竞争有 大家可以去中環看看 就是和说国语的人 和说英文的人 好 那究竟香港青年在这个情况下 你如何突围而出呢? 为什么我要请你呢? 为什么我不请北京清华毕业的呢? 为什么我不请AOAC哈佛那些毕业的呢? 香港越来越多人 又越来越多人去移民 他们的子女都在外国读书 拿外国毕业的证书 他回到来 他是回流人士 那你有什么欠赢人呢? 我会觉得这方面也是不足够的 究竟香港青年有什么优势 香港青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提升竞争力的意思就是 要不让自己能力的地方再能力 原本跑第一 变成赢人一千米 要不让自己原本跑最后变成跑最后三 即是我那两队 所以 那已经叫做提升竞争力了 我经常跟他们说 你如果不是输零三 我都很开心 你如果今次只是输一二 我会觉得你提升了你的竞争力 所以我会觉得问题是 同学在这方面 这两方面的思考都不足够 好了,去到第三 如果你只是说微学位 我也觉得只是说微学位的时候 大家的认知 或者微学位如何帮助这件事 是做得不好的 你没有说得很仔细 究竟那些微学位真的有什么特质 例如正方一开始就说了 这件事是很压缩的 你几个月就读完 究竟几个月就读完这件事 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竞争力 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好处呢? 相比读四年才读完 和读六个月就读完 究竟对你的竞争力来说 例如令你不要被人炒 或者令你求职顺利点 有什么好处呢? 反方只是数很多微学位 就将眼界收窄了在香港 但其实全世界的微学位 课程是源于十一年前 在美国各大的网站 那些网站是什么? Distant Learning 是Online Platform 如果今天有方同学 例如反方的同学 都想去报读的话 其实是OK的 因为它是Online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读香港的微学位呢? 你喜欢可以读MIT 这就带到第二个问题了 反方同学除了 线路比较窄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 今天在那条线里面 有几个矛盾的 第一个矛盾就是 他将眼光放在香港 但是他们两次提到 其实有MIT的Online課程 那真的不仅在香港 第二件事就是 他们一方面就说对方 你认为Teky Academy 啟程学院 只有195个人 很少 就业率当然高 但另一方面 你又有提到 其实在市场上 现在有很大需求 那你那195个人 当然是贴上去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 当你提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其实你正正是 帮政方论证了 市场上有很大需求 所以你立刻毕业 就立刻有工做 所以竞争力很有呢? 我会觉得这两个矛盾 当你提出了你的证据的时候 没有认真去想一下 怎样用这个数据 结果就出现了矛盾的问题 第三 专而不通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可以这样讨论 只是 我不同意 但我不同意 不会扣你分的 我不同意之后 我发现正方没有讨论你们 我就会扣分了 究竟微学位是否真的只是专的 或者是否好像大家所说 只能创科的呢? 其实网上的微学位 包括了 会计、管理、 职业文 你想到也有的 而就算现在没有 也不代表将来没有 等于VTC 也不停开不同课程 所以你不可以用 今天现放证 是得创科 去论证 因此这件事 就太专了 就学不到通识了 我觉得这样的论述 不是那么稳定的 不过 正如我刚才说 我不购买你 但是正方没有听到这个点去做攻击 于是问题就在正方失分 正方你不要想着 听完之后觉得 是否听一下MISI说 这个反方很不够 一定他很低分 不一定的 我不同意他 可能是因为我会如何扣内容分 就是我觉得他逻辑有问题 还有他有常识上的错误 我就会扣分 但是如果你说 他不是逻辑上有问题 他也没有常识问题 他也没有常识问题 所以他的点我不是很购买 我没有理由扣你分 因为我又不是你的对手 我便会扣正方分 因为如果你正方应付不了 你就没有做到辩论里面变的效果 那我就要扣你分 好了 最后就是 应受性的问题 刚才反方同学 这个去到后场是一个很大的点 我也觉得OK 但问题就是当你不停只集中一两个点 到最后 例如认受性 你就要认真想一下 你用什么的方法 是令到这个点有更多的表达方法 例如更多的故事 更多的论述 更多的例子 更多的证据 但刚才反方只是不停地 不跟同学重复同一个点 用相同的用语 那听起来就不理想了 好了 反过来 正方那条一开始的时候 都开得相当阔的 就是撇除刚才我说的识题的问题之外 但是最大的问题 我想正方你应该听到 就是 如果我不满意反方条纳 不代表你正方有利益 因为正方没有回应 几乎是没有回应的 而你们事实上是有回应的 我对于他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例如只是说香港 例如不说distance learning 例如有矛盾 例如微学位是什么什么 例如变题上 竞争力是什么意思 诸如此类 没有 但是我听不到正方有回应 只是重复你的矛盾 那就要扣分 好了 第二 就是去到二副的时候 虽然正方二副说的话 我觉得是动听的 但是问题 在整个比赛的 strategy 是不理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去到正方二副位的时候 你转了矛盾 你转了做什么矛盾? 你会说 其实微学位拿来做什么 第一要便宜 第二就是多给你一个选择 其实是选择了 没有必须性了 明明你开辩 和一副说的这件事很重要 很必须的 时代正在变成的 但是去到你们的二副 整条线就变成了 再给你一个选择 你都变成了 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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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转了 做了一些无谓的事情 你想想多无谓 这件事 今次之后 于是反方条线就开始转 整个优势调转了 在个人得分来说 二副不是低分的 因为presentable 但是在整个线 整个战场的策略上 这件事的转线 对我来说是fatal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留意一下 最后 两件事就是 我想赞一赞 想赞亦都想谈 就是台上和台下法文的情况 因为质素都挺参差的 我想提一提 无论台上法文还是台下法文 总之是法文 问题要简介 你问两三条 别人不知道答你哪个 而且也没有人解释到 真正好的问题是问一条 然后研究到别人的角落 到别人答不到的位置 你记住 你问台下法文 又台上法文 你的目的不是要别人答你 所以千万不要问几条问题 让别人答到你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有两条台下 今天都问得挺好的 正方和反方 如果我没记错 是第二条的 你们自己看分子 总之就问得挺好的 问得挺好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这两个同学 尤其是 我记得了 反方台下第二个同学 有点脱卡 不过其实他的内容 是正正读了 反方最重要的优势出来 同样道理 正方好像是第一条台下 法文问得比较好的 可惜 截辩是没有变得到的 令我觉得有点可惜 即是明明在台下的时候 已经 终于提升了一个点 但我听不到就跟随了 第三 就是既然疫情是我们的新常态 即是对着屏幕是我们的新常态 大家就要考虑一下 分子上有一行叫做台风 那当你这个人是坐在看着屏幕的时候 我怎样被台风分你呢 最简单就是你要见到我 即是这样 如果长期你都是看着稿 我知道容易的 因为你不站在那 你坐在那 那你坐在那最容易就是 把稿放在桌面 然后就倒下 慢按在那里读 这样的话 很明显就是 在我们平时传统比赛里面 最重要的台风分 什么眼神接触 表情 之类 就全部KO了 那你的台风分就会变得很低 那这个是因为我相信大家 还没适应坐在那里比赛这个问题 那慢慢你就要适应 那之后就可能会表现得好一点 那最后就 没有了 就是这样了 因为我要做下场主席 所以我说完了 好 好多谢王小姐的评语 谢谢 今天的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 现在由我宣布赛果 首先是最佳辩论员掌控 今天的最佳辩论员是正方 杰辩 邱俊叶同学 至于今天的赛果为3比0 换句话说 今天的胜出的是华英中学 恭喜 这场比赛到此结束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